在新北市的中和区有一个十岁的小男孩 因为数学习题没写完 就被自己的父亲跟继母用铁管 还有木条连续打了两天 全身有多处红肿瘀伤 而看不下去的邻居赶快通知学校 校方也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局通报 现在这名男童已经被紧急安置 十岁男童的臀部大腿和小腿 整片大面积红肿 双手手背更是轻一块紫一块 瘀伤严重 头发也被剪得乱七八糟 全身是伤 今年二月才从南投搬到新北市 与父母和继母同住的无姓男童 大楼管理员听邻居说 前两天因为数学题目没做完 惨遭父亲和继母用铁管和木条连搭两天 说猪也看不过去啦 就赶快送过去啦 也只能这么做啦 先包完再收嘛 邻居说 男童时常到晚上十一点都还没吃晚餐 身上时常带着伤 这次接连两天被打 实在是看不下去 赶紧向学校通报 而校方也立刻向社会局通报 其实学校向社会局通报也不是第一次 这次已经是第三次 十三号通报时 社会局却没在第一时间进行安置 反而拖了两三个小时 社会局强调十三号当天已经立刻紧急安置男童 而后续也会强制男童的父母接受亲职教育 确认家庭安全无余之后 才会评估是否让男童与父母同住 记者林欣怡 曲启丰新北市报道